用姐妹平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让我们每天领受神的话语 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从主来的力量 我们今天来看 路加福音三章七到九节 以及十六十七节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喜的众人说 如是有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由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那么三章十六十七节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薄机 要扬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仓里 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了解 施洗约翰的洗礼 它只是一个预表 这个洗礼 水的洗礼 不是实体 它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宣告 立志 以及立约 也就是这个洗礼的意义 在于宣告 我们是属主的 我们立志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并且在心里面 我们要确认 这是我们与神之间永远的约 所以约翰 他自己在三章十六十七节 表明他的洗礼 是用水来施洗 但是有一位能力比他更大的要来 那就是耶稣基督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 那这个时刻呢 一方面有人误把约翰当作基督 所以这也是约翰自我澄清的一段经文 而另外一方面 这也说明水的洗礼 是洁净的预表 圣灵与火的洗礼 才是洁净的实质 在第三章七到九节 这段经文讲到 让约翰施洗的人呢 是法利赛人和撒路该人 而法利赛人在当时是宗教界的精英分子 他们遵守在这个犹太的律法上的律力 其实守得比谁都更好 而撒路该人则是教会的领袖 他们是真正的掌权者 我们如果仔细思考的话 我们应该会觉得 这样的人来接受一个住在旷野 然后吃蝗虫严密的人的洗 那其实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 而不单如此 他们已经自表谦卑地来接受约翰的洗礼 那么约翰竟然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那我们也应当可以觉得惊讶的地方是 约翰这样责备他们 他们并没有被骂走 那我们从第三章的十到十四节 我们看到约翰后面就告诉他们应该要改变的事情 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接受洗礼真正需要认识的 也就是不单指着行为上的改变 乃是从行动上要看见 这是从思想观念的改变 从原来要得到的更多转变成为愿意给予的 从原来可以用植物来去压迫人 讹诈人 转变为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立定行 那这个是对顺利说的 那么其实约翰所传达的 也就是一个真正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态度 那约翰也对宾丁说 这个要从倚靠势力去压迫人 转变为不倚靠势力来去压迫人 所以洗礼只是一个预表 关键在于我们思想生命真正的转变 这是一个悔改真实的意义 那当然我们在为弟兄姐妹实习的时刻 我们也常会经历到 有弟兄姐妹他们在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刻 他们就被圣灵所摸着 以至于他们有的就会哭泣 有的就非常的感动 有的生命就真实的得着一种力量 这些都是圣灵美好的工作 但是洗礼它真正最重要的意义 其实不在于我们经历什么特别的事情 像我自己洗礼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情发生 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我们与神力的约 我们在后面我们持守这个约 并且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的思想意念不断的更新变化 而这样一个预表 它才能够渐渐的进入到实质里面 所以我常常喜欢用婚礼来对比洗礼 也就是说 当然婚礼也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他们向这个世界来宣告 他们从此之后 他们就要一起来经营他们的人生 但是一个美好的婚礼并没有办法保证一个美好的婚姻 婚礼是一个起点 而婚姻的美好 才是婚礼这件事情所要得着的实质 所以洗礼是一个起点 洗礼是一个宣告 有一个美好的洗礼的一个经历 对于我们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 但它却不是最关键的事情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 你有觉得你洗礼的时候 觉得好像糊里糊涂的 好像不太知道为什么 或者是曾经想要重新去接受洗礼 那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只要你尊重那个约 你尊重那个时刻 你认定它 这个洗礼在你与上帝之间 它就是有效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洗礼的功效 是要使我们的思想 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改变 这也就是约翰所传的 悔改的信息最重要的意义 所以洗礼是一个悔改宣告的开始 重要的是我们在后面 有没有悔改的实质 也就是有没有生命改变 心思意念转变的实质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天都愿意经历 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真实 让我们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 我们里面原来所没有的爱 我们能够生出来 我们里面原来没有的平安 在我们里面能够越来越丰富 我们里面原来没有的信心 没有的勇敢 在我们里面也能够越来越充足 愿神祝福大家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